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6日星期二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咱们来聊一下俄罗斯境内三个机场遭遇袭击的详情 搜集真理不容易啊 这大概会是您看到的最详细的同类报道 在昨天的视频中 我们向您报告了俄罗斯境内两个驻扎着相当数量重型轰炸机的机场 发生爆炸事件的消息 现在可以确认了 这并非烟头事件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被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空军基地分别位于梁赞和萨拉托夫 这两座城市在俄罗斯的中南部 两个空军基地都部署了俄空天军大量的导弹和轰炸机 这次袭击造成俄方三名军人死亡 四人受伤 两架飞机轻微受损 俄罗斯方面强调 俄罗斯飞机在防空系统的帮助下 记录了低空飞行的乌克兰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在俄罗斯机场坠落并爆炸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 俄罗斯境内事情很多 我们先来个总体态势 然后详细情况我们一一展开 一 安格斯二空军基地今天早上拍摄的卫星图像 在一架T95下可以看到消防泡沫 照片说明当时火灾至少影响到了一架T95轰炸机 俄军事博主们翻翻感叹说 能运载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被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 也算是活久见 安格斯基地对于俄空天军来说实在太重要 不仅因为该基地距离莫斯科仅有100多公里 还在于该基地不仅有22师的师部 还有两个轰炸机团 禁卫重型轰炸航空兵184团 不用说了 就是这次远程袭击事件中 被炸毁了两架T95轰炸机的苦主 驻扎在该基地的另外一个单位 是所谓的禁卫重型轰炸航空兵第121团 这个团可是大名鼎鼎 因为该团是俄空天军的独苗 装备了20架左右的图160战略轰炸机 每一架都价值20亿美元 乌克兰的此次袭击 宣是一位可能还大于军事打击的一位 估计是一次尝试和测试 如果乌军真有把握的话 那绝不会只对该机场发动一次打击 而应该是手头有多少就派出多少 因为在这个机场随便打到一些东西 都是高价值的 绝对值回票价的 对于俄罗斯国防部强调的 其击落了来袭无人机的说法 我们表示嗤之以鼻 两处机场受损程度虽然不严重 但都有飞机受损 如果俄军哪怕是在无人机击中目标之前的三秒钟 将其击落 以无人机每小时一千公里的飞行速度而言 都势必打不中目标 可偏偏都击中了 或者说至少爆炸波及了目标 这怎么解释呢 只能说俄军无能且欲盖迷彰了 二 来自卫星照片显示了昨天 俄罗斯迪亚基尔沃空军基地被袭击的后果 照片显示了图22M3轰炸机附近的烧伤痕迹 有号逝者就上传了该机场和该型号图22轰炸机 预袭后现成的照片 从照片来看 被袭击的主角是一架图22M3型战术轰炸机 机号RF34110 从机号来看 大概就是远东地区的重型轰炸航空兵第326师边内的 重型轰炸机航空兵200团 该团的本场在伊尔库斯科的马索利亚 可能是长途转场到这里的夹击列卧机场 地上的红色不是血迹 人没有那么多血 估计是防冻液或者是其他红色的油料 这架图22M3的机翼挂架上 已经挂上了起码一枚X-22超音速反舰导弹 估计正要执行打击乌克兰纵身目标的任务 看样子该弹还没有进行燃料加注 袭击没有造成正枚导弹讯爆 不然整个夹击列卧机场就要螺旋升天了 三 两处重要机场被袭击后 普京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国家内部安全相关议题 详细情况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四 两架无人机在布良斯科的斯拉瓦工厂爆炸 不知道与袭击机场是否相关 因为是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所以我们一并披露 五 今天在俄罗斯还发生了一起不明无人机对库尔斯科的军用机场的袭击 地方当局报告说 一个油库着火了 发生了一场大火 这是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了恩格斯-2和良弹空军基地后不到24小时发生的 库尔斯科州州长罗曼·斯塔沃伊特报告说 火灾是无人机攻击的结果 特别是对空军基地的石油燃料基础设施 而且火灾是局部的 六 对于两处重要俄军机场的袭击 现在的迹象表明 很有可能是乌军使用老旧的改装过的苏制图141 侦察无人机实现的 这种飞机是70年代的产品 原本负担侦察任务 十分的老旧 但是经过改装 乌军可以让它携带70到150公斤中的有效载荷 飞行距离可达1000公里 之前乌军已经运用过这种无人机发起攻击 但在此之前没有取得像样的战果 乌克兰国防部没有对爆炸事件正式发表评论 乌克兰政府也没有承认 在其武器窟中增加了远程攻击无人机 这两处俄军重要空军基地 距离俄乌边境有600公里左右 如果乌克兰真的发动了这次袭击 那将是自2月24日 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它在俄罗斯腹地进行的最深入的军事打击 另外 乌克兰国有国防公司在过去几周多次表示 新型远程无人机的研发工作即将完成 10月17日 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类似是无人机部分结构的图片 并称 该武器航程为1000公里 机身重量为75公斤 研发工作已进入尾声 一个月后 11月24日 乌克兰国有国防公司又发文称 无人机测试的下一阶段 在参谋组长的指示下 我们正准备在电子站的环境下进行飞行测试 然而 由于新型远程无人机还未通过飞行测试 很难想象 昨天对俄军机场的打击是由这种新型远程无人机实现的 7. 为什么我们昨天认为不是无人机应该是特战队干的 而今天相信是无人机所为的 除了俄军发布的信息外 还有一个佐证 这是安格斯空军基地爆炸的视频截图 现场视频可以在王小靠同学那边看到 在视频的15秒时 有一个笑叫声音自头顶上方传来 很像是潘七式飞机飞过的声音 图一四一恰恰就是一种潘七式无人机 飞行速度800到1000公里每小时 在42秒的时候 画面上出现了爆炸的发光 19秒后传来了爆炸声 根据音速大概320米每秒计算 也就意味着爆炸发生在大约6.2公里外 既然视频证实了有物体从头顶上飞过 随后发生了爆炸 我们相信这是无人机实施的打击 但图一四一十分的老旧 其惯性导航一定已经不靠谱 所以我们和很多的军事博主们看法一致 要么乌军为其加载了GPS导航设备 以精确命中目标 要么有乌军特战队在机场附近提供了照射引导 否则肯定是打不准的 8. 袭击一定是构思精巧 并且精心选择了实施的时间 从网络上出现的凿袭机场照片中可以看到 停放的战机上已经挂好了导弹 或许原本打算起飞 而在加急猎卧机场上起火燃烧的加油车 若非要给即将出发的战机加油 不会那么早就投入工作的 电报网站上另一个专业航空频道 战斗轰炸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位于库尔斯克的一处军用机场于6日清晨遭袭 同样是储油灌燃烧 这位博主说 又是清晨6点的突袭 在漆黑的时间段 任何无人机都只能通过技术手段和定位来完成打击 在凌晨5、6点实施打击 还有一个显著的好处 夜里无人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而且雷达值班员也更容易出现疏忽 挑选12月5日这一天发起打击 很可能是因为事先已经掌握了 俄军要在这一天发起对乌克兰境内 众多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巡航导弹袭击有关 选在这一天发起打击 显示乌军对俄军的渗透之山 完全掌握了俄军的动向 也说明乌军完全懂得军事 知道在敌方发起攻击那天搞袭击 取得的战果肯定是最大的 至少也能打乱俄军的战脚 削弱几方被俄军打击的严重程度 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事 俄军现在真的是衰落无下线了 战前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力量 拥有多少多少令人胆寒的武器 开战后号称三天就打穿乌克兰 活捉泽连斯基 没想到打到今天死九万多人 坦克损失三千多量 空天军摆烂不敢起飞 现在连防空也一塌糊涂 乌军老旧的无人机竟然死入无人之境一般 搬起六百多公里成功得手 俄军这么烂却偏偏还要打下去 我们是真不知道什么样的语言 才能描述这种瘀形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